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提出迷你财政预算案后 他便一直陷入窘境 此前 英国媒体发起了一项挑战 称要比比看 这位英国首相的任期 能否撑得过一颗生菜的保鲜期 特拉斯宣布辞职后 直播观看量一度飙升超过2万人 而针对特拉斯的辞职 西方多国也有不同回应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希望英国尽快恢复稳定 美国总统拜登则发表声明 美英间的亲密关系 永远不会改变 而俄罗斯外交部则回应称 还不了解这位英国首相 特拉斯辞职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谁最有可能接任特拉斯 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 现在从各方面情况来看的话 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应该是最有利益的人选 因为在当前保守党内部 有关党魁的一个选举中 苏纳克几乎是唯一合格的人选 他已经得到了超过140个 保守党议员的提名 他的有利的对手 本来有可能是有利对手的 就是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约翰逊匆忙结束了在加勒比海的度假 赶回英国 那么也有人在拱他 这个竞选保守党党魁 要想回国 但是由于得到这个提名票不够 那么所以他本人也就自那而退 主动就放弃了 那么根据保守党内的这个规则 如果只有一个人得到了足够的提名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自动当选为 英国保守党的党魁 当然这一切这个程序还要走完 那么如果苏纳克 能够自动成为保守党的党魁 那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就会任命他 那么这也将是乔治三世的这个第一次 这个任命一个首相 苏纳克如果能够成为英国首相呢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这个事情 无论是放在英国社会的这个发展 还是放在安格鲁萨克逊文明 这样的一个体系来看的话 它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苏纳克他是个印度人 就是从血统从文化上来说 他是个印度人 他的父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从印度移民英国的 他的岳父母也是从印度移民英国的 所以这一对夫妇 都是在英国出生的这个移民的第二代 如果只从教育 从这个工作的背景啊 或者从这个部分的这个思想价值观念来看的话 苏纳克就是不折不扣的英国社会的精英 而且他年复立强啊 今年才40岁出头 他是1982年出生的 那么而且呢 跟这个特拉斯相比的话 他有这个比较丰富的这个地方工作的这个经验 他三次在地方这个当选议员 那么他又有在几家投行工作的经验 那么就是使他对于经济的实物的这个操作 那么也有丰富的这个经验 这些都是这个特拉斯比不上的 那么他的这个印度人血统 对他的未来执政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是需要这个再观察 但是我觉得只要说是一个印度人 一个印度血统的这个英国人 能够担任英国首相 这个本身在英国社会的发展 就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世界 因为苏纳克他不是个基督徒 他也不是个天主教徒 他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 那么就这点上来说 我觉得是他的最明显的这个印度人的这个特征 因为印度教是印度最大的一个宗教 拥有这个大量的这个信徒 而在莫迪的领导下呢 这个印度教的民族主义 现在在印度可以说是在持续的这个发酵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从这个整个 为什么我说从这个安格鲁萨克逊文明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这个在上 就在这个去年年初 就在这个拜登总统 这个慎选美国总统之后 那么他的副总统 这个候选人就是这个 塔玛拉哈里斯 那么也就成为美国的副总统 这个当时就引起了印度媒体的狂欢 为什么呢 因为塔玛拉哈里斯 是一个亚美加黑人和一个印度移民的这个产物 他有一半的印度血统 有一半血统 有一半的印度血统 就能引起印度媒体的狂欢 那所以你看这两天 这个印度媒体狂欢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纯正的印度人 一个印度教徒 即将或者很有可能成为印度的英国的首相 那么所以我们看 这难道是一个巧合吗 一个有一半血统的女政客 成为美国的这个副总统 那么一个纯粹的印度血统的英国人 将成为英国的这个首相 那么我们对这个安格鲁撒克逊文明稍有了解的人 都会觉得这个事件 这是一个很有 我只能说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当然未来这个苏纳克将怎么样 他最重要的任务还就是要这个整顿 要给这个处于危机中的这个英国经济 能不能开出一个良方 能不能让英国的经济走上一个顺利发展的一个阵途 这才是对他最大这个考虑 而这跟他是不是印度人 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中共二十大闭幕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 10月23日中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集体亮相 同采访中共二十大的中外记者见面 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 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 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克尽职守勤勉工作 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 习近平指出 中国正脉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前进道路上 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 人民永远是最坚实的依托 最强大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 与人民心心相应 想人民之所想 行人民之所主 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习近平表示 要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类的前途命运 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 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来越大 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中国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 那么其中加进了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两个确立 以及与此对应的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呢 首先确立的就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条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 去年中共庆祝了建党百年的庆祝 而且这次二十大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是在两个百年的交接的时候 举行的 那么中共的百年是在 第一个百年是在去年结束的 那么第二个百年就是从今年开始 那么所以二十大里面 这个党章有了这个关于就是一个确立 这个习近平思想这样的一个内容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变化 或者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进展呢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百年大党 中共在成立的时候 它受到的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的影响 那个都是外来的先进的意识形态 那么但是一定要跟中国的国情结合 那么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那么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发展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么还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经验呢 它都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特点 任何一种理论 它都必须是与时俱进 它才有生命力 而当今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作为这个思想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所以相应的来说呢 这个新时代的 我们这个新时代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思想呢 它就成为这个党章里面 需要加以确立的 那么我觉得是从中共的意识形态 这个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建设 也是一个创新 那么这个党章上加以确立呢 那么也就是给予了它应有的这个地位 那么第二个是对领导人来说的 那也就是说确立习近平在这个中共党内 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那么这两个确立这个写入了这个党章 那么就是全党 也是作为全党的一个行动的这个方针 一方面在思想上要确立 这个两个核心 两个确立 一个在思想上要确立 另一个是在组织上要确立 那么这也就是符合了这个中共 作为一个大党 作为一个最大的这个执政党 有9600万的党员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执政党 它必须要有一个作为核心的 思想理论的这个观念 那么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习近平思想 那么以及要有一个核心的领导人物 那么我们看到的 也就是现在党章里面所做的这个规定 所以这个两个确立呢 是新的党章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有了两个确立它所保障的 特别是从这个思想领域的 这样的一种建设 这样的一种新的 这样一种理论的一个上心来说呢 它将是一个长时机的一个指导方程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啊 就是因为二十大结束之后 选举 二十大结束 选举产生了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那么这个中央委员会呢 有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书记处 以及特别重要的 当然就是新的中央常委 那么以及中纪委 还有就是中央军委 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名单公布之后啊 特别是昨天习近平这个连任总书记之后 那么率领六位常委 进入人民大会堂的这个金色大厅 和中外记者见面啊 那么当时呢 那么国际的舆论 那么马上敏锐的就察觉到了 那么这是中国新中共中央的这个 新一代领导集体诞生了 那么从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 从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 那么以及这个中央军委的名单呢 那么人们都可以看到啊 这个明 因为明年春天两会 这个中国的政协 人大和政协都要换届 国务院也要换届 那么未来我们说 无论是这个人大 还有政协 还有国务院的这个领导人啊 最主要的这个负责人 他们肯定就在这一次 二十大产生的这个政治局域 那么以及常委里面 那么对此呢 各方面这个这两天嘛 都有很多这个分析和展望啊 那么这个新一届这个领导集体呢 也反映了这个中共 组织人士工作的一个特点 就是中共作为一个大党 它有自己一套有效的规则 和这个体制 这个全国代表大会 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 那么在全国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就是两次大会召开期间呢 那么是由中央委员会 作为这个中央的领导机构 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它分布在各地各个部门工作 那么所以是由中央政治局 以及政治局的常委 作为这个中央委员会的 最高领导机构 而书记处呢 就是负责日常的党务的工作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一届中央领 包括这个中委 包括这个中纪委 包括这个书记处 以及这个中央局委的组成 都反映了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有交替的 它既有退休的 那么也有新任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能够有效地保证 这个中共中央作为一个领导 这个集体 它有序的这个工作 它有传承 那么它也有创新 那么一代的这个新人 开始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 那么也就反映了这个中共的整个 我们说从这个人事 组织人事工作上来说呢 也是常将后浪推前浪 代代它都会出新的人才 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中共二十大 点日来 国际媒体关注 中共二十大热度不减 舆论普遍聚焦 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认为中共二十大 是在关键时间节点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中国未来发展 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 其中 中国是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和平外交政策等 成为国际舆论厂热词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 对外界来说 二十大报告是观察 未来五年 中国政治和经济走向的 重要依据 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 并为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明确定义 日文经济新闻刊文称 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 表明中国不会选择 过去西方国家 依靠战争 殖民 掠夺等为发展中国家 带来不幸的现代化道路 同博社则注意到 报告关注的科技方面的问题 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极具力量进行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 刘新社通过对专家的采访 对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 高水准对外开放进行了阐述 专家分析称 实施更加积极的 对外开放战略 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 共赢的开放战略 中国的新发展 不断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近200年来 西方一直主导着 所谓的全球化 那么也形成了 现代化的西方模式 那么对于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来说 西方模式 其实是没有办法学习的 因为国情不同 历史文化各方面的条件不同 但是什么模式 才是一个 我觉得才是一种榜样的 那么中国式的 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 非常明显的 就是一个对于 非西方的国家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那么这是中国共产党 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那么这样的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是有一个 非常坚实的基础的 那就是1949年之后 那么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及这个新时代以来 这个中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育 而且中国是在 自己国情的这个基础上 那么又充分地吸收了 人类文明的 各种先进的经验 和可资学习的方式 那么然后经过 中国人民的这个努力 在中共的这个领导下 那么已经有了 现在这样的一种 初步的这个现代化 而且中国这个 现代化的目标非常明确 那么对于我注意到 特别是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说 因为当今世界呢 确实是处于 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各方面的这个情况 其实都比较混乱 这个经济秩序比较混乱 这个西方国家 普遍的这个通货膨胀 很严重 那么再加上这个 有欧乌战争的 这个外溢的影响 这个能源的危机 粮食的危机 都在持续地这个在发生 那么发展中国家呢 也普遍面临着 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的 中国的奇迹 一个是经济的高速发展 一个社会长期的稳定 那么以及在我们说的 这就是中国是 这个现代化的 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中国是现代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它不是闭关自首 但是它也不是打开国门 任由外资 来占领中国的这个市场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中国经过探索 那么既学习了外国的这个经验 同时呢 也注意从自己的国情出发 那么要由自己来主导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主动权 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这就是像习近平 这个昨天在建中外媒体的时候 所说的 中国需要世界 而世界也需要中国 像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那么中国源源不断地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 大量的这个商品和这个服务 也提供了这个公共的这个产品 像这个一带一路 那么同时呢 1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 因为世界各国啊 特别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于 这一点呢 发达国家可以说是心知肚明的 那么这点也从这个中国 最近几年 每年在上海举办的这个进口博览会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另外看这个海南岛 整个海南省就会成为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 那么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个中国 正在更加开放 而不是这个闭关锁国 那么这是从这个 我们说这个中国是现代化 它不是西方式的这个现代化 这点非常重要 什么是西方式的现代化 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包括日本的现代化 它基本上也是西方式现代化的这个翻版 当然它也有一些从自己国情出发 也有一些日本所特有的一些东西 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个 从经济建设的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中国提出的这个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这个结合 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过去 我们说过去可能中国比较侧重的是外循环 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的增长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 那么中国是世界上140 至少是14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和主要的贸易伙伴 那么所以呢 中国大量的这个出口 那么同时呢 也赚取了大量的这个外汇 那么这就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就提供了一个动力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中国有14亿人口 如果中国的14亿人口都能够过上 我们不要说完全达到发达国家那种生活水平 比方说像这个美国 这个比方说我注意到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中国的这个每百人拥有的这个汽车量的话 不要说远远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平 也没有达到日本和欧洲的水平 甚至只要达到日本和欧洲水平的一半 那么中国这个汽车市场 就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这个程度 这只是我们说以小见大 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中国的国民收入继续提高 那么如果中国的这个内循环 就是中国的这个生产 它不仅是为了出口 它也为了满足14亿人民的消费的这个需要 这里面当然涉及到很多的领域 很多的这个方面 那么这个内循环一方面 它可以抵御外来的这个风险 因为这个对外的这个输出 它有时候会受到一些约束 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干扰 但是这个内循环呢 是完全是中国自主可以控制 自主可以推动的 所以内外两个循环 以及这个高质量 特别是高质量发展 那么也就取代了过去的高速的发展 有过去的高速发展 才有现在的高质量发展 而高质量发展的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内外两个循环的结合 量谈纵横 本月的主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本周的主题是导弹震慑与台海局势 老实说 如果没有八月初的 这个裴洛西的这个串访 那么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全空域 全海域 对全岛的一个封锁包围 而且是实在实在的一个大演练的话 那么这本书就是震慑这本书 也许是不会引起我们的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书里面谈到的一些 基本的原理 在这一次的这个围台 封台的这个大演习当中 全部都出现了 所以我们说 虽然19年前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中国当时的这个导弹部队 也就是火箭军的这个实力 跟现在比的话 可以说是这个小吴见大吴 但是呢 你从这个战略思想 从这些具体的这个谋略上来说呢 这个19年前并不比现在差 也就是说既然现在 我特别是这次这个八月初 我们看到了 因为已经有海外的一些军事专家 也做了一些分析 因为在八月初的这次 这个围台和封台的这个实弹的 实弹的这个演习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火箭军也好 空军也好 海军也好 五大战区也好 全部都出动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个导弹就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而且呢据报道 实际上当时这个八月初 这个大演练的时候 解放军的这个导弹 并没有从离台湾最近的 比方说福建 或者是广东的这些导弹基地 这个发射的 而是在比较稍微远一点 比方说在江西 或者甚至更远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导弹一发射的话 台湾那边能够掌握 那个美国方面也能够掌握 他一看你不是 不是用离台湾最近的 这些基地来发射导弹 那么当然也就是说明 因为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导弹基地 肯定是分布在这个全国各地的 它都有它的这个专门的这个任务 那么所以那一次的这个导弹发射 我们说这个 而且直接就越过了这个台北 越过了这个整个台湾岛的这个上空 那么已经掉入了这个台湾 以东的这个海面 那么当然这都是预定的这个目标 其实这个作者在书里面也讲到了 他不需要具体讲哪一个是敌方 他只要讲的 比方说有个导弹 那么去这个瞄准敌方航空母舰 但是呢不是把这个导弹 射向航空母舰本身 它从眼前的角度来说 那么就是在导弹航空母舰的 这个附近的某一个点 或者是几个点 我们可以假设 比方说这个解放军的 就火箭机的一个导弹 它瞄准了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 它在这个航空母舰的 这个附近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发射了一个导弹 虽然它没有击中这个航空母舰 但是它造成这个震射的一个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我能够直接地击中你这个航空母舰 但是我不击中你 那么这样的话给你一个面子 让你可以迅速地转移 同时告诉你 我有力量击成航空母舰 我们知道1996年的这个 台海危机当中 美国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的 两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战斗群 那么当时呢 美国方面就以自己强大的 这样的一种海军和空军的这个实力 也是在震慑中国 这个大家都记得 但这已经是这个 二十多年前的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的情况 当然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 其实呢解放军 这个也包括火箭军 他们每年都会举行 这个常规性的演习 但是呢八月初的这一次大演练 那就我觉得是这个解放军 特别是针对台海局势 它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一页 而台湾无论是这个 台湾的官方 虽然是这个装聋作哑 因为他们不敢正面的 至少他不敢公开正面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那么台湾的这个军方 也同样是如此 但是台湾毕竟是一个 七嘴八舌的这个社会 台湾那些这个退役的这个将领 那么也有台湾那一些 这个勇士知识 都已经纷纷指出了 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大陆 这次呢是以一种空前的 这个力度空前的 一种震慑的这个方法 那么来告诉台湾 这个如果中国大陆 认为有必要的话 就可以以这种方法 封锁和包围台湾 就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今世界的经济 正在经历一个美国疯狂加息 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知道美国霸权的特点 最重要的特点 跟人们的生活有关系的特点 就是美元的霸权 而美元的霸权 不仅是由于美国不需要黄金 就可以这个以美元大量收购 世界各国的这个资源 产品甚至人才 那么同时美国利用这个利息 加息或者是减息 不仅在控制自己的这个经济 而且对世界经济有广泛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漫画 漫画家们就注意到了 美国这个最近疯狂的这个加息呢 它实际上是严重地影响了 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发展 但是美国呢 确实在坐收余力 所以就是说 美国在收割地球 这就是漫画家的阻止 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